目前,最新的世界遗产名录中,来自中国的有50多处,分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三个大类。 今天这一集只介绍自然遗产,未包括几处双遗产的景点。 一神农家 位于湖北省宜昌市新山县,相传上古的神农市,在此搭架上山采药而得名。 这里群山万鹤,风鸾叠翠,峡谷天雕,齐洞天城,显崖铺飞,锦石溪流。 深山老林,云流雾绕,高山平原,碧海长天,构成一幅浮山水画卷。 主要景点有神农顶,风景雅,板碧岩,勒望塔,小龙潭,大龙潭,金猴灵等,以原始,神秘闻名于世。 二范静山 位于贵州省同仁市江口县太平镇,原始洪荒是范静山的景观特征。 这里山势雄伟,层鸾叠障,溪流纵横,飞扑悬泻。 标志性景点有,红银金顶,岳静山,万米睡佛,蘑菇石,万卷经书,九龙池,凤凰山等。 这里还是佛教道场,我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山上有许多相关的人文遗迹景点。 三,中国南方喀斯特。 由位于南方地区的云南石林,贵州立波,重庆五龙,广西桂林,贵州石柄,重庆金佛山和广西桓江七地的喀斯特地貌组成,占整个中国喀斯特面积的55%。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当初申报提名时,采用了系列申报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些地方任何一个拿出来都是有资格的,都是很美的喀斯特景观。 四,城江化石遗址。 位于云南省玉西市城江县抚仙湖畔,这樱化石群距今有5.3页年,被誉为20世纪最惊人的古生物发现之一,是迄今地球上发现的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种类最丰富的含武剂生命大爆发律证。 五,中国丹霞。 丹霞是一种形成于西太平洋活性大陆边缘断线盆地及后陈基屋上的地貌景观,主要由红色沙岩和黎岩组成,中国丹霞系列提名,选择了亚热带湿润区6个发育最好的提名地,完整地反映了中国亚热带湿润区丹霞地貌的系统价值。 包括贵州市水丹霞,福建泰宁大金湖,湖南朗山,广东丹霞山,江西龙虎山,浙江江朗山,每一个都是绝美的旅游景点。 六三江,并留风景区。 位于宁南省丽江市义龙纳西族自治县,三江并留市紫金沙江,蓝沧江和鹿江这三条发源于青丧高原的大江在银南省境内自北向南并行奔流170多公里,穿越丹邦丽卡山,高黎贡山,鹿山和银陵等重山峻岭之间而形成的世界上罕见的江水并流而不交汇的奇特自然地理景观。 七可可稀里 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周西部,是世界上原始生态环境保存较好的自然保护区,主要是保护藏羚羊、野牦牛、藏羽驴、藏羽灵等珍稀野生动物、植物及其栖息环境。 因其自然环境的险恶,人际罕至,拥有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 八大熊猫栖息地 由四川省境内的七处自然保护区和九处风景名胜区组成,分别是卧龙自然保护区、四姑娘山自然保护区、风筒寨自然保护区、喇叭河自然保护区、黑水河自然保护区、金汤孔域自然保护区和草坡自然保护区。 青城山都江燕、天台山、四姑娘山、西岭雪山、机关山九龙沟、嘉金山、米亚罗、灵鹫山大雪峰、二郎山、以及大峰顶这九大风景名胜区。 九天山天池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富康市伯格达峰下的半山腰,海拔1980米,是一个湖面呈半月形天然的高山湖泊。 天山天池风景区,以天池为中心,以完整的四个垂直自然景观带和雪山冰川、高山湖泊为主要特征,以远古摇池西王母神话,以及宗教和独特的民族民俗风情为文化内涵,荣森林、草原、雪山、人文景观为一体,风光一具一格。 十黄龙景区 位于四川省阿拜藏族乡族自治州松拍县,是中国保护完好的高原湿地,以采池、雪山、峡谷、森林寺杰著称于市,再加上滩流、谷寺、民俗称为七绝,景区由黄龙沟、丹林峡、穆尼沟、雪堡顶、雪山梁、红星岩、溪沟等景点组成。 十一山青山 位于江西省上饶是玉山县,德兴两县是交界处,因玉京、玉须、玉华、三丰进拔,如道教三清列作奇典故名。 其中,主峰玉京峰海拔高达1819.9米,是信江的源头。 景区有南清园、西海岸、三清宫、梯林岭、玉京峰、阳光海岸、玉陵关、三洞口、兵玉洞、石谷岭十大景区、三清山更是道教名山,山上有许多人文遗迹景观。 十二张家界武陵园 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园区,由张家界市的张家界国家三雷公园、磁力县的索西域自然保护区和桑池县的天子山自然保护区组合而成,后又发现了杨家界新景区。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一游的地方,景点众多,风景优美。 十三九寨沟